这怎么还装穷上了呢 嫁给老娘三十多年 我今天闹的是上午片吧 下午村库 没有一套房子 我是租在就是西庆 那么有人都说住什么养老院 它不是因为它底下有个养老院 它底下有个养老院 但养老院是那个地段的标志 所以说那个附近 那个那个也是租的房子 我是真的没看懂这老五婶 现在到底要打造一个什么人生 这么多年没房子的话 从您嘴里面说出来是真的一点不惨 就您胸前带的那块翡翠 那个橙色就多少钱 一套房子不止吧 每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都是穿金带银 怎么现在还哭穷起来了呢 不过转头一想老魏 似乎感觉老五婶 现在最需要打造的 也就是这个人设 打造一个打三岭头人 大姐大这么的一个角色 未来老五婶会怎么走一条路 老魏似乎都已经看到了方向 先打造一下自己多么的悲惨 然后组建团队开直播 成立公司找直播带货的人 而带货的人就找什么样的人呢 找那些因为三婚姻破裂 或者是跟老公打架离婚的 不但带货也要带学员 主打的一个口号 就是我们不靠男人活着 我们自己有能力吃 有能力喝 让天底下所有的苦命女人 都走上一条自食其力的道路上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 女人的化妆品是成本最低 利润最高的产品了 老五婶一定就是拿着化妆品 在配合着这脱离男性 自强不息女强人的人设 疯狂的搂金 也一定会有一群人疯狂的下单 从而实现完美的逆袭 老魏就把这句话放在这里 您看老五婶是不是会朝着这个方向左 而且老魏今天在评论区 看大家留言的时候 看到了有人支持老五婶 也人表示支持杨毅 这两拨人都快掐起来了 真的是仇人啊 大家仔细想一下 这两个人有什么支持的 杨老五婚内出轨找二加一 老五婶看着找二加一 然后默认这样的行为 如今是都不住了 才站出来显得那么的大气凛人 那你前十多年干啥了 有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两人有什么好支持的吗 而且可以说如今 在看老五婶的直播内容 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漏洞 就好比这同床共枕三十年的这段 你说你能相信人 睡在你旁边三十多年的人都能背叛你 钱财有什么用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够吃够喝就够了 我就活当下 我把自己搞得漂漂亮亮的 天天健健康康的 就是自己保健 你自己说的分局十年 如今又同床共枕 三十年不感觉矛盾吗 在2021年和2022年的时候 夫妻还参加了中国好家庭的节目 你要是感觉不满你那个时候说呀 你不还是配着这杨逸来欺骗着观众吗 如今把自己搞得这么悲惨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名演人都能看得出来 就是人设的打造啊 杨逸从以前的相声演员到了 如今这个样子可以说一点不值得同情 但是老五婶在老魏看 貌似也没有值得同情的点 两个人都是一个湖里面尿尿的主 窝头掉地上摔八瓣 没一块好饼可以说是 真的很贴合杨家人现阶段的状态 在老魏看来老五婶 还真的应该抽空好好地感谢一下猴二 要不是猴二和绿胖子直播惹争议 杨逸也不会站出来海河边慷慨激昂的发言 那后面估计可能就不会牵扯出来谢雷等人 在以前老魏猜测的是 老五婶一定和杨逸之前有过约定 你只要给我经济保障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管你那些事 因为杨逸和二加一的事情至少十年了 期间二加一的孩子也出生了 杨绍华过寿的时候 老五婶和小五婶还坐一桌上面吃过饭 相声圈那些小辈叫小五婶 老五婶貌似也没有怎么较真过 这个时期出来骂二加一 老魏真的想说你早干嘛去了 为什么老魏感觉老五婶应该感谢猴二呢 以前你是靠着杨逸挣的钱来满足自己 如今你只要是人设打造好了 可以自己挣钱了 同时又所谓的给自己出了一口气 这不比以前强多了吗 而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杨逸和老五婶这边还没结束 谢雷和徒弟又掐起来了 谢雷开四干二子 看得到吗 你没骂进去采的缝纫机 你没骂 他呢 诽谤 诽谤 我们现在也找律师了 造谣诽谤 进去采的缝纫机 判了一年三个月 大伙网上可以搜到 他诽谤的那个人是谁呢 那个女歌手叫张灵敏 谢雷公开对杨逸和老五婶 没想到一转头被自己的干儿子也是徒弟给爆料了一堆事情 也就是所谓的黑料吧 而且在赵士鹏的爆料中还把以前在杨逸身边的虎豹兄弟给牵扯了进来 但是谢雷随即对所谓的干儿子的爆料进行了反击 视频开始的内容就是谢雷直播时候表达对于干儿子的看法 称奇说的话真实性比较低 而且反过来把干儿子的事情给揭露了出来 称现阶段的赵士鹏其实就是以前的赵万鹏 表示这个人早期因为诽谤张灵敏被抓了 而随后赵士鹏也是公开否认了这件事情 告诉大家说在网上搜索我的名字赵万鹏就能收到我的丑事 我在这里向大家澄清 网上这些报道我的帖子和这个网上所有的报道 都是胡乱报道的 都是胡说八道 但是赵士鹏的否认的是否真实呢 老魏也是查了一下 首先就是张灵敏被赵万鹏诽谤的事情确实是真实 至今为止还可以看到报案回职 这个东西他是不能造假的 那么这件事情既然是真的 就看赵士鹏和赵万鹏是不是一个人就可以了 老魏找到了以前赵万鹏的照片 再和如今的赵士鹏一对比 你还别说这个长相确实是很像 其次老魏又挖到了昔日的一张聊天截图 聊天截图里面赵万鹏的这个头像 和如今平台上赵士鹏的这个头像简直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就是一个人 其次也是找到了昔日自媒体平台的头像 而昔日的这个照片就是如今平台上面的这张照片 所以说谢雷说的话是具有真实性的 而且如今赵万鹏已经隐藏了全部的爆料谢雷的视频 估计是真的又怕被昔日的师傅给弄进去 不得不说相声圈的事情是真的太乱了 从侯耀华和李宽直播事件起引发了青门事件 然后杨毅在海河边上喊话侯儿说你不能这么说德纲 硬是把青门的对象给郭老师扣上了 随后正好入局开队杨毅下三滥 杨家也是开始对正好 在他们互对的过程中绿胖子李宽硬蹭曹云金被打脸 然后李宽又被网约车司机兵子爆料骗钱 随后正好直播间突降自称是侯家门的人表示 他和杨毅之间的事情侯家门接过去了 他不用管了 随后邱英俊被李宽警告不要胡说并且表示了要起诉 邱英俊直接硬钢了回去 随后谢雷开始对杨毅 对完了杨毅爆料小五婶和老五婶的事情 最开始老五婶还反驳 然后突然之间话锋一转老五婶承认了有二加一的事情 然后开始了直播 第一场直播的时候是维护着杨毅的 然后被杨毅开直播回队 然后两个人互对 在他们互对的过程中 谢雷的干儿子也是徒弟开始对谢雷并且爆料了黑料 然后谢雷回队并且也是挖出来了黑料 从七月份开始相声圈的事情 真的是惊呆了老魏的三观和世界观 我是万万没想到相声圈这么乱 而且这还只是几个之间的故事 就已经乱成了这个东西 其实老魏都想站出替猴二说一句话 你们还拿不拿我当人了 我要清门呢 其实现在想起来猴二我都想笑 最开始摆局的人如今完全不在局里面 而杨毅从靠着这件事疯狂吃流量的主 如今变成了最惨的那个主 海河边上怒劈猴二和女徒弟的事情 然后如今被自己的媳妇 爆出来了一卡车的黑料 实打实的小丑了 以前还有人表示杨毅是不在相声圈里面的相声艺术家 如今在看杨毅 也就是个卖不协的小五了 这里是老魏说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